其实赵薇之所以能争取到环珠格格小贱子这个角色,与幕后运作的叶帽金有着莫大的关系。 赵薇曾经对外公开过叶帽金是她的男朋友,并且两人已经交往了三年之久,她在背后帮助赵薇也是处于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叶帽金出生于1971年,她22岁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。 2008年的时候,37岁的叶帽金开始接管家族的生意,那个时候的她就已经是一个身家过予的大富豪了。 回想这么多年,赵薇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,她的前任叶帽金也是很幸福,娶了个赵薇的好闺蜜成叶贤,也把家族事业发展得更加壮大了。 现在47岁的叶帽金有了三个孩子,身家百亿,一家五口人也是幸福满满,她的妻子还和赵薇是很好的朋友闺蜜,据传两家还经常串门一起玩。 如今的赵薇,瘦下来更是美出新高度,越发年轻貌美,屈性优美,羡慕她的窈窕身姿,在中餐厅那儿的表现更是不俗。 在赵薇的旗下,经营多家酒店,酒庄更是遍布全国,被网友尊称为女版巴菲特。 当然,赵薇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,主要是老公黄有龙的鼎力相助,不仅让她顺利进入商业圈,还在她的牵线下节时大咖马云,目前还是爱里巴巴的股东。 目前身家已经超过56亿,简直就是富婆一个,突然来源于网络,如有金权请联系我删除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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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